这面糊往锅里一倒 出锅就是好吃的大煎饼 早晨不知道吃什么的 你就吃它 几分钟就能吃上 好吃还有营养 200克面粉 放3克盐 先放250克水 搅拌成没有面疙瘩的面糊 然后再放150克水 搅拌均匀 面糊就调好了 这个量的面糊可以做六七个 热锅不放油 倒面糊 用铲子给它摊成一个大圆饼 锅是热的 面糊倒的地方就会定型 没定型的面糊继续摊平就行了 打成一颗鸡蛋 用铲子给它敲散 再把鸡蛋平铺上就行 趁着鸡蛋还没定型 撒上点黑芝麻 胡萝卜 再来点小葱花 和鸡蛋液粘到一起就不爱掉了 最后再淋上点食用油 等它定型了以后再给它翻面 做大煎饼 咱们给它刷上点酱 我用的这个酱是熟的 开袋就可以吃特别香 小葱粘酱 生菜粘酱 还可以做酱香饼和鸡蛋灌饼 有辣和不辣两个口味 现在双十一给八袋 挺划算的 放上一片用馄饨皮炸的薄脆 再来点洗好的生菜 冰箱里有烤肠和鸡排 都可以随便放 然后给它叠起来 这不就是外边卖 七八块钱一个的大煎饼吗 现在天气凉了 吃饱了再出门暖和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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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